摊开床单两个人分工将大床铺的平整 房间每个角落所有清洁工作不敢码锅 房屋员每天就是赶着空出房间 让下一批旅客能够随时入住 旅客拖着行李不断上门 让花莲不管饭店或民宿都忙翻天 暑假逗乐安心旅游补助上路 再加上三倍券推波助澜 让花东旅宿住房率高达九成以上 但因为之前疫情爆发 让很多房屋都解散了 就成大缺工现象 所有人都在网络上 在群组里面去找所谓的房屋人员 五星期饭店在开工时 你们有没有人力可以支援 忙上忙下打扫 但都在室内空间吹冷气 工作也好上手 而且时薪还有158到160元左右 按月薪来算还能超过两万元 工作好上手又谈性外 多打扫一间还有津贴可拿 因为旅客变多了 今年不少饭店也增加 房屋人员人数来因应国旅商机 除了不错的薪水加上津贴 轻松上手不用风吹雨淋 暑假也吸引不少学生族群 抢先卡位 记者刘吉祥林树仪 花莲报道